为了实践基督的爱 1940年 田庚新书籍主教 在山东省创立了中华圣母会 1955年 中华圣母会来到资源缺乏的 嘉义县梅山香奉献 画俗方修女秉持着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的精神 开设海星诊所 照顾贫苦病患的身心灵 一步一脚印 1962年 海星诊所 搬到嘉义室扩大服务范围 改名 启明诊疗所 1966年 圣马尔定医院落成 守护更多民众的健康 走过风风雨雨 终于成为拥有 37个医疗专科 及慢性及长期照护服务 超过1000床的 区域级教学医院 圣马尔定医疗体系包括 大雅院区 民权院区 副社护理之家 阿里山医疗站 圣光诊所 从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中华圣母基金会 澳洲雪梨安养院 照顾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 达成老有所中 少有所养的理想 急重症医疗 急重症医疗 慢性病防治 医疗品质 长期照护 高龄友善 健康促进 都是我们长期耕耘的成果 和不断追求提升的目标 圣马尔定医院 多年来 把爱和医疗资源送上山 方怀症神父 化俗方修女 陈美慧修女 和阿里山医疗团队 都荣获医疗奉献奖的肯定 我们始终不忘初衷 虽然已达到 现代化区域教学医院的规模 但永远保有当年 抬着担架穿梭在山区 抢救宝贵生命 那颗简单的爱心